由周渝民童谣主演的电影《早见晚爱》 眼下正在清凉上映 影片讲述了一个九小时内发生的爱情故事 话说扮情圣对于花样美男周渝民来说 绝对是驾轻就熟的 然而在《早见晚爱》里 他要演绎的是性格发生巨大变化的男主角顾斌 周渝民坦言既过瘾但也挺有难度 为此他还向老前辈梁朝伟取了点惊 哈喽所有中国电影报道的朋友们 你们好我是仔仔周渝民 新片《早见晚爱》 讲述了周渝民扮演的顾斌 和前女友周婷婷 八年后意外重逢的故事 你是怎么找到我了 这是从我公司吗 我找周婷 我就是周婷 我改了名字 片中周渝民扮演的顾斌 有两个不同时期的造型 校园里的他青春单纯 学生时代是一个 感觉起来他就像一个 蛮不济 不顾外表的形象 然后就是一个天生艺术家的感觉 八年之后的他 则变成了成熟冷漠的腐黑男 那希望他在人变的现实之后 他能有一个很利落的东西 所以我们我就说 那我们把头发修短一点点 首次演艺术黑男 周渝民坦言有难度 因为他本人崇尚的是 简单阳光 而为了塑造角色 他只得从记忆里挖素材 我把我所讨厌的东西 我既然讨厌我就有一个心 在我脑海里面有一个 那个东西是我一看到 这种人我受不了 但我就把这样的人的东西 把它抓过来 然后当作是我表演的素材 其次他还向电眼王梁朝伟 取了点惊 有一个导演跟我讲 说你可以去看谁的表演 那我很小时候的时候 你可以去看梁朝伟的表演 在某一部戏的表演 然后我就去看 我才知道 哇 原来眼神 是可以演这么多戏的 于是这一回 周渝民在眼神上 也狠下了一番功夫 有学习他用眼神的精神 从刘青花原初到至今 塞在演绎了很多爱情故事 也办了不少情圣 谈到突破和转型 他表示 其实自己一直都在改变 或许 现在我再来演这样的角色的时候 我就去挖掘另外的一面 我把笔重再去 再去压在一个 以前全是这个角色 不会去全是的那一块 我把笔重再来演出 我把笔重再来演出